在香港最大的期末 令到多些人認識 以及可以怎樣令到 一些老退化症的老人家的聲音被聽見 其實他們發聲很重要 我們很多時候未必會去問他想要什麼 或者我們去理解一下他的世界是怎樣 在社區層面或者一般市民層面 其實我想很多謬誤都要釐清 老退化症並不是洪水盲獸 不要太害怕 雖然他所謂的醫不好 或者他可能沒有辦法治癒 但其實在外國都做了很多研究 令到他的生活質素不斷提升 甚至乎他跟家人關係可以開心 可以有一些很有尊嚴的生活 還有家屬的謬誤千萬不要覺得 找專業人士幫忙是你搞不好 內藥很多時候有服務他不知道 也有服務他不敢用 這些在本土做過一個研究就是一個心態 他仍然都未放開那種 我要自己一個人去照顧 或者我要擔起這些就是孝了 但其實我們覺得孝順是好的 孝順但是希望多些人一起幫你孝順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